《馬可依斯的百年估計》 我們為什麼這個時候要讀《馬可依斯的百年估計》呢 這是個好問題 但其實就這本小說也在任何時間重讀都非常非常有意義 因為重讀是不只讀 小說把它讀得更深一點 讀得更廣一點 那也是跟你曾經讀過這本書的少年的自己 來一場時間遙遠的對話 就台北當下的時工人員 我認為有三個主要的理由 第一個是我們活在台北有一種想要強烈脫開的需要 我們跟每一件事情都跟得太緊太近 第二個此刻可讀的理由是我們要重新復興我們說故事的能力 聽故事的能力以及找故事的眼光 我稱之為打磨故事的眼光 第三個理由是我們身為現代人 其實每一個人內心世界都藏著一份發現的激情 我把它稱之為認識的激情 它其實是一個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 近代史的一本百科全書 再也沒有一本小說比起百年孤寂 可以讓我們學到更多 這次百年孤寂實講的講師陣容十分壯觀跟龐大 第一場是我認為台灣最厲害的說書人蔡文治 第二場是台灣最好看小說的協作者平路 第三場是時尚雜誌的總編輯杜主葉 第四場是我 那第五場是我在台大最崇拜的地質學青年導師洪廣季 第六場是各式各樣微細的事物 他都可以研究出一套不凡的學問的教員譜 接下來是湯舒文 年輕的文學研究者 從德州奧斯汀回來的 我非常喜歡看他的文章 接下來是樂評人馬世芳會談他成長過程裡面 這本書給他帶來的悸動 倒數第二場是羅志成 我大學的時候偷偷看他詩的詩人 最後一場是我大學時代一起搞過學運的 現任中研院的研究員的吳慧仁老師 我們不是從專業文學的角度來切進這本書 但我們會從四面八方用我們各自的專長的視野來探究百年孤寂 他有多少種閱讀的可能 期待3月26號開始 大家一起投入這一場閱讀的聖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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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